哇 试一试先 哇 非常鲜甜 这一个鱼头炉你们一定要试 因为试了 你一定会爱上它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 新加坡非常出名的鱼头炉 那么鱼头炉其实是一道 潮州名菜 以前是一道汤类的菜肴 之后呢 越加越多料 就变了一个火锅 今天呢 就跟你们分享这道 汤类的菜肴 之后呢 你们爱吃什么 放什么 就随时可以变火锅啦 好 首先鱼头炉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鱼头 要足够新鲜 这里呢 我准备了400克的鱼头 是石斑鱼头来的 好 我们就先把它腌制一下 好 我们先给一茶匙的海宝贝鱼心粉 这个鱼心粉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鱼头去腥跟提鲜的 给点胡椒粉下去 然后我们给少许的花料酒 搅拌均匀 再给半汤匙的生粉 腌制备用 之后呢 我们给200克的白菜 一粒番茄 番茄丁我们不要啊 把它切成绞型的 100克的芋头 切成厚片 然后把它切成腰状 姜片 之后呢 还有紫菜 紫菜我们给少许的紫菜就可以了 之后呢 我们再给芹菜跟葱 然后芹菜跟葱段 我们分开 然后我们还有半汤匙的枸杞 好 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先准备一个油锅 油足够烧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鱼肉跟鱼头也放下去了 保持大火 把芋头也放下去炸 这里呢 我们一定要保持大火来炸鱼头 因为我们不是要炸到那个鱼头熟 我们只要炸到它的外层 是酥脆金黄色 我们就可以马上起了 如果炸的太久的话呢 鱼头就会干 好 炸到金黄色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好 这里我们起锅烧油 给少许的油下去就可以了 之后呢 我们把姜片和葱白爆香 爆香之后呢 把菜跟番茄都放下去 OK 拌炒一下 之后呢 我们就加入两汤匙的花料酒 再来1.5公升的水 好 水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鱼头跟芋头也放下去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调个味 今天我使用的是海宝贝鱼筋粉 那么这个鱼筋粉呢 是通过日本的技术来做的 它是无味精 无色素 无防腐器 1.5公斤的水呢 我们就加入20克的海宝贝鱼筋粉 还有啊 这个海宝贝鱼筋粉呢 它会帮助提咸 然后吃起来不会死咸 很鲜甜的 给少许的胡椒粉下去 之后呢 我们就盖一盖煮它10分钟 好 已经8分钟了 我们来看看了 OK 怎么样看它可不可以呢 其实你看到这个芋头开始烂就可以了 之后呢 我们把枸杞也放下去 紫菜也放下去 把芹菜跟葱也放下去 这样的话 我们的鱼头炉就完成了 那么鱼头炉的重点呢 首先就是我们的鱼头 一定要选到新鲜的啦 如果鱼头是不新鲜的话 煮出来怎么样都不会鲜甜的啦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的鱼头跟芋头都要炸过 因为炸过了放下去它会香很多的 那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的材料一定要拿捏好比例 比如说我们的紫菜不给太多 太多就变了紫菜汤 那么我们的芋头也是一样 如果太多的话就弄到这个汤很浓 喝起来就不好喝 我们要喝到的就是鲜甜清而浓 最后一个重点呢 就是原本我们这个汤底 要用鱼骨来熬成 这样它的味道才香的 但是今天在家里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用这个 海宝贝鱼精粉 就可以拿到它很浓的鲜甜味 那喜欢我这个鱼头录的 记得把这个video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功课 呢 我能给你带一点看 谢谢看到了 那么如果你同一个小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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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